骨關節炎的患者 它都會腫腫 腫起來才會保護骨頭 它就覺得它就會撞到 所以它就要分泌更多時就更腫 如果這個退化性的膝關節炎 真的疼痛起來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方法 可以讓它們緩解疼痛 最好是躺著 多躺 躺的時候還不用完全撐直 完全撐直也不是最理想的角度 圍彎30度 大部分的這些疼痛 都來自於筋粗草油腺 為什麼 肌肉有問題的才會磨到膝蓋 才會磨到骨頭 它磨到關節 我們就帶著大家做幾個保護膝蓋的運動 第一個是 腳抬起來之後呢 今天的節目真的是超級實用的 別忘了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留言 當然要開啟小鈴鐺